嗨 大家好 歡迎收看超人生少年 你知道師父的這個名詞是怎麼來的嗎 我們到很多工地或者是到很多工廠 你都會講欸 曬戶曬戶 從古至今呢 其實很多技藝跟很多技術 人派或是工夫 它都是由師徒相傳的 師父跟徒弟之間 以前人家都會有講說 徒訪師三年 師訪徒義三年 那你才會出篩 你才可以做點什麼 有所作為一樣 那在以前的稱呼呢 又分為更細了 入門地址 入室地址 跟入寢地址 各個門派的名稱不同 不過內容大概就這樣啦 什麼叫入門呢 就像大家常看到一些書翻開來 模型入門啊 劍道入門啊 撞球入門啊 還有什麼入門 在更早之前 它甚至像三合院一樣 當這個大門打開的時候 你就是入門了 入門派 或者是入一個大門的意思 比如說 許家門派 皇家門派 張家門派 華山永春第三派 入門地址能幹嘛呢 教一些基本的做工的小技巧啊 或者是教一些基本的蹲馬步啊 打點武術啊 就是各種簡單的基礎教學 第二個階段就是入室地址了 當你一些基本的技術都學會了 你可以到師父的家裡面來學功夫了 師父的家裡面學什麼功夫呢 以前的師父啊 他會教你一些做人的道理 會教你怎麼談生意 或者是我們這個家庭是怎麼生存的啊 你跟兄弟之間應該要如何調劑身心啊 種種 第三種呢 入寢地址 大家知道時代不一樣了嘛 以前的時代他並沒有像現在手機滑開來 你就可以看到一些澳門賭場手遊上線了 或者是你沒辦法看到一些 啊 嗯 那種東西嘛 在資訊非常不發達的時候 其實師父甚至還要教徒弟怎麼樣 做事情的 最終端的就是在師父的房間裡 甚至在師父的身邊 他常常就變成是一種遺傳地址的概念 那師父會把一些真正留一手的 比如說做這道菜需要留什麼樣的小妹嘎嘎 甚至是你在做木工的時候 我們的卡榫機密的關鍵在哪裡 那個就是只有在師父身邊旁邊的人 才能夠學得到 隨堂考題 來 這題學測必考 請問今天水電師父到你家來工作 你要稱他為塞夫還是疏夫呢 通常我們稱為塞夫呢 就是擁有一些高升技術跟特殊技巧的專業人士們 我們在民間都統稱他為塞夫 而塞夫呢 講起來就沉重了 因為他有一個父親的父 而這個父親的父代表什麼意思呢 就是他除了要有特殊的專長技術之外 他更要像是一個父親一樣 教你做人處事的道理 所以 一日為師 終身為父 那我從小到大其實就遇過非常多的師父 其實我貴人蠻多的 雖然說有遇到一些對我非常不好的 甚至虐待我 打我的師父也有 那 但是我只記得好的那些 最重要的是 他們是在教你如何處理人生的種種難關 跟陪你度過人生的許多階段 那各位也知道在我們這麼男子漢的工業產業裡面 其實你很難有機會去用真性情的方式去表達給這些幫助你的人 那我們昨天就為了這一集拿特別去寫的卡片 然後想要把那些以前發生的事情 到我至今都還非常記憶猶新 然後用一個父親節的理由 然後來好好的感謝他們 老闆 老闆 嗨 翟總 好久不見 坐坐坐坐 父親節快樂 唉唷 這麼好 禮物跟卡片 你寫什麼 我寫了 我寫了 現在拆嗎 沒有炸 那先拆它 先拆它 都可以 這麼大 等一下 如果怕我會尷尬 我覺得我先轉 尷尬什麼啊 這麼好送我禮物還尷尬 不等嗎 哇靠 泡菜 欸這很屌勒 喔 欸這在這在 在動在動 超屌 卡片卡片卡片 好 親愛的洪哥 我總是記得剛入行的時候 我只是一個小代工 到處幫人打雜淹沒 賺那個一個月只有幾千元的人生 在你們所有師父的鼓勵之下 存了一些錢 開始自己創作和創業 一路上從代工變成設計師 變成藝術家 到現在卻反過來發案子 給你們大家施工 這一路上的辛苦 都很感謝有你的陪伴 我永遠記得 在我人生第一個自己創業的案子 當時我的存款只有幾千元 我接到案子和你拿了幾萬元的材料 結果東西做完之後 廠商卻惡意拖款 事情拖了兩個月 我省時間用 想說先給你一半的貨款 不然拖太久 廠商又不給錢的情況下 那天 我拿著現金 到工廠要付錢給你 結果你一看到我 只問了我一句 廠商給你錢了沒有 我說還沒 你就把我轟出去吧 留下一句 等到廠商給你錢再來 原來那時候 你早就從旁得知 我被廠商脫款的事 這十年前的故事 我到現在還是常常和人提起 也教我到現在 永遠都是一個用現金交易的人 創業第二年的時候 很真心的感謝你 給了我人生第一台TIG亞漢機器 並且在你工廠下班後 跑來工作室 教我怎麼使用 我能在台灣 成為小有名氣的金屬雕作家 最多要謝謝你 在我還什麼都不是的時候 一直用各種方式幫助我 洪哥 你年紀也不小了 要記得好好照顧自己 不要再用手去擋焊接的強光 也不要去買那些便宜的面罩了 靠北啊 於是我決定在父親節 送你一個很棒的禮物 這對CM9002焊接面罩 它配有Nature Color Technology 它能夠調節不同焊接反應模式 不管你是電焊 假焊 氣焊 再也不會受到傷害 自然鞋舌可以讓它色彩更亮 色彩更風俗 眼睛精確 可以足智調節 保護全光點總共描述 就算你戴著面罩 想要TRP也是親得到的啦 血肉汽車的東西 父親節快樂 謝謝你帶我入行 保護眼睛 就從父親節開始 三哥 嘿 你怎麼接什麼就來 好禮拜叫他好禮捏 今天我們來吃東西 這是什麼東西 父親節快樂 真好 超認真少年 拆禮物喔 先看卡片嗎 你看好了 我怕我在這邊 有點尷尬 親愛的真哥 你是我遇過最要求的加工師傅 如果說到工程和機械製程 你整個翻轉了我對於傳統產業的思想和想法 認識你的時間比較後期 但是工作的業務卻越來越密切 如果說工業製程有老師的話 除了你我真的想不到有誰比你還要更專業 從合作廠商到現在你會用不一樣的方式切入製作的流程 你最常和我說的就是 如何選擇對的方式做出最大的效率 那才是一個師傅最厲害的關鍵 很感謝你們都在我最不成熟的時候 因為我的工作在趕見 願意拋架棄子跑來幫我工作一路到清晨 而讓我學習最多的是你們的工作流程 我無法想像在一個才幾十坪大小的工作區域 三個人一年能夠做到如此龐大的鏟子 最重要的是安排 更重要的是責任和信用 這是你們每一次合作都重新教過我一次的道理 不過我還是要和你抱怨一下 可不可以不要每次交給我東西都拖到最後一天 你們都老大不小了 不要讓我一直對你們碎碎念 雖然你們都沒有持交過 但是你們三位師傅都在同一個小空間裡面工作 一下子切斷機一下子殺人機 我想你常常聽不到我說的交情 也是情有可原的 但是從今以後再也不會發生了 因為... 這是CM Pairpro Protect 3 通訊降噪耳罩 哇 具備調節音量功能 在吵雜的環境中 能夠濾掉巨響和噪音 和同時講話 再也不用拔下來大好大叫囉 CM Pairpro 通訊降噪耳罩 還用堅固耐用的雙殼設計 讓裡面的電子裝備 受到內外潮湿影響和汗水的影響 和手機結合之後 將可成為你通訊世界的生命線啊 連接耳機上面的3.5mm空間 你就可以接聽電話 和直接播打電話 還可以聽你最頻寬的音樂 這樣子你就再也不用假裝 你沒聽到我要交件的日期囉 好 祝你父親節快樂 謝謝你帶我入行 希望你身體健康 保護耳朵 就從父親節開始 來 怎麼有空過來 這給你的 四種這麼好 這是 復兵給禮物 哈哈哈哈 那麼客氣幹嘛 然後有 寫小卡片給你 你在看什麼 又要的書啊 以前不讀書 現在要多讀一點 哈哈哈哈 他在看什麼 哈哈哈哈 我要先看禮物呢 還是要先看卡片呢 都可以 對啊 那麼多 哇 這個好帥喔 哈哈 這好像也不用教你啊 第一次也是你教我怎麼帶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親愛的文哥 認識你的時候我才18歲 剛念大學 那時候我到處打工 有一次我和你說 我想要買一台扎輪機 我印象很深刻 在那炎熱的夏天 你騎著紅色G-MAX的機車 一路從台中市區 載著我 問到大理江陣 從二手的路邊工具攤 到五金的專門店 我已經忘記你到底帶了我看的幾間店 然後每一家店 你都幫我試用 幫我問價錢 然後幫我殺價 我記得那時 你一直為了一個乳臭未乾的小孩 省下那兩三百塊的工具錢 其實我覺得你的油錢就不只那些了 大家在江湖上 都稱為你為快手紋 然後每次當我和你一起工作的時候 都在旁邊偷看你的手法 不知不覺 我也成為年輕一輩的快手了 從當你旁邊的小助手 每次最喜歡就是和你討論 這個模具要怎麼翻 這個工法要怎麼做 甚至在我開始做立體雕塑的時候 你都會假裝不經意的來看我 和我說你對於雕塑的看法 當我開始製作銅箭雕塑的時候 你都會用你的老經驗 幫我和飯同場殺價 十多年過去了 不知不覺我現在已經是一個 能夠獨當一面 標起公共藝術案 甚至到世界各地去做大型的雕塑 這些都是和你偷學來的 很感謝在那十幾歲的時候 你就這麼願意放工夫 免費教我這一個什麼都沒有的年輕人 而我現在也想和你當年一樣 把技術用網路交給想要學的年輕人 時間過得好快 我的生活越來越忙碌了 碰面的時間也越來越少 想趁著父親節和你說 很謝謝你 默默加入了我這麼多年 你絕對是我雕塑生命中最重要的師父 希望你煙抽早一點 做玻璃纖維和噴漆的時候 要記得戴好一點的口罩 這是水焰舒適型的快拆仿讀面具 它快速穿搭的系統 6502 QL 搭載Crawflow專利型氣法 可以降低熱氣和濕氣 特有的髮件 設計特別容易呼吸 它的矽膠面體在很熱的環境下 依然能夠維持形狀 柔軟而舒適的貼合臉部 它甚至可以搭配很多種的濾毒罐 和濾材都使用 這樣才能夠確保你的身體健康 父親節快樂 謝謝你帶我入行 希望你身體健康 讓我繼續和你偷學20年 保護你的肺部 就從父親節開始吧 如果你跟我一樣 在你的創業當中 有很多帶你入門的師父 雖然你可能不在他的身邊 或者是你的人可能在異地 那或者是你們已經好幾年沒見面了 我想你都能夠用分享這支影片 然後去留下一段話 跟他說 那謝謝你帶我入行 謝謝你曾經幫助過我 那我們現在能夠過生活 都是因為你們 祝福有看到這支影片的師父們 祝你們父親節快樂 你們都辛苦了 那謝謝你們 一代一代把你們的技術 一路傳下來 那我們也希望我們的影片 能夠把你們的技術 在一代一代傳給下一代的人 最後記得訂閱分享我們的影片 那開啟你的小鈴鐺 那我們會繼續教更多的工業技術 那希望你們父親節快樂囉 大家再見 白布 我要先說 如果你沒有收到我的卡片 不代表你不是我的很棒的老師 只是因為拍片嘛 我們先挑幾個距離比較近的